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幾年在整體治安都有明顯具體的改善 特別是泛濫在全球各地 尤其過去國內民眾生以為苦的各種治安事件 都在這三年來有非常明顯具體的改善 對全國人民的生命財產財務的安全有很大的提升 我們警察同仁的家屬 不論是他的長輩或者妻子或者子女 對於警察同仁要犧牲很多 享受家庭幸福的時光 甚至於冒險犯難去達成任務 給予最大的體諒支持 使得我們警察同仁在遂行國家交付的任務的時候 能夠得到最大的服務與支撐 這都是我們檢察同仁能夠有亮麗成績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檢察同仁犧牲自己的時間 還有很多的享受 能夠讓我們國人享有一個比較安定 安全和諧的社會和生活 我覺得這種代價是由各位的血汗和犧牲得來的 國人的平安和幸福 所以剛才總統說 要特別肯定各位的辛勞和貢獻 剛才除了28位的模範檢察 還有另外10位資深而經憂的檢察同仁 政府都要表達最誠摯最高的定義功能 我們盼望未來我們檢察同仁任務還是不錯 毒品的氾濫抑制未能根底 我們檢察同仁的任務就不能重視 國人不能有充分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們檢察同仁肩膀上就是有千斤的重擔 今後我們盼望在國人殷切的期待下 也在立法院跟各級議會民意代表女士先生的 匡督跟編制之下 我們全體檢察同仁能夠精益求精 把工作服務的熱情以及破案增防的技術 都能夠再上層樓 更進步確保我們國人的安全 這是慶祝檢察局最崇高的意義 在這裡謝謝各位 同時祝福所有同仁、貴賓 以及所有幫助我們檢察同仁 維護自然工作的各個公益熱心的理事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主義、家庭幸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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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幫忙 開選